我認為對的方式去做 那為什麼 許立民局長在後面 有誰我沒看到 自己舉手 你怎麼每次跳到這邊來 看到局長來得很緊張 其實我剛講說 為什麼這是一件 為什麼一件簡單的事情 會變成不簡單 我覺得中間除了我個人 並不是只有我個人 我覺得這會有太多機緣巧合 比如說 比如說大環境的改變 比如說網路媒體的心情 比如說 這個怎麼這麼敏感 太緊張了 比如說社群網站的心情 還有傳播方式的改變 都讓獨立記者的獨立發聲 變成一種可能 那其實這本書有三部分 其中一部分就是講我 怎麼從台灣科技大學 一個畢業生變成 我今天看到我們台科大學的那個 校友會有送話來 我嚇一跳 我已經跟他們有搞鬼很久了 怎麼還有人送話來 好 那真的好敏感 抱歉 就是說 其實這本書有三個部分 其中一部分就是講我怎麼從科技學院 畢業生變成記者 又變成獨立記者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 其實作為一個記者 我並不是科班出身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畢業的 然後夏珍也說 你怎麼出道這麼晚 就是我出道很晚 可是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這反而是一種幸運也說不定 因為其實記者 當上記者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具備多項雜項技能的一種職業 我這樣講真的是 你真的發現你要用到非常多的技能 才能好好把這些事情做好 那我有幸在這之前就是 做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工作 做過程式設計師 做過行銷企劃 然後我還拉過廣告 做過行銷 做過業務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你會覺得像夏珍講我 就是你出道很晚 某種下一句他沒有講 就是說 因為他很久就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可是他已經幹闖編輯很多年了 好那我們還在做記者 可是我覺得這個人生 不會有白走的路 就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就會把過去種種就是交會在一起 那我果然在當記者的時候 發現我過去做行銷 小城市 賣廣告的經驗全部都用上了 所以可是就是 機緣 機緣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你什麼時候 在機緣那個當下你其實不會理解 那總會在生命的某個階段 你才會覺得原來 站起來 就是連起來 這樣 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請聽自己心中的訊息 然後你要相信你的直覺 有時候要相信你的直覺 然後你要勇敢的選擇 那選擇完之後呢 就是去行動 好 那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是 我們把一生 很多的時間都投入在工作 工作順不順幾乎等於 這個人生順不順 就摸在我們程度這樣子 怎麼一直跳到我才講得 哈哈哈哈 不要太緊張 不是這個太敏感了 好 你的手發動力 對 所以就是要仔細聽心中的訊息 然後行動 我們大概 我們都把人生很多時間 投注在工作 所以我們也期待工作能夠順利 然後去透過工作去實踐我們 某些理想 為什麼呢 你可能只會弄他 給我看你一直按他 好像手晃動他 可是我沒有動耶 手晃動他 對 是不是設定成為自動播放 真的嗎 沒有設定成為自動播放 自動播放嗎 你不要管我 我再聽你講 好 沒關係 好 就是我們把人生很多時間 都投入在工作 我們希望工作能夠順利 然後我們希望 我真的沒有動耶 我幹嘛這樣 那怎麼辦 可以處理一下嗎 對 還是有人幫我按 對 對 不好意思 讓我們重來好了 最前面 對 下一段 再下一段 好 那我們就麻煩我們那個經理幫我們處理一下 又跑了 又跑了 對 對 好就是說 我們要做自己 講到哪裡 對 就是我們 我們把人生很多時間投注在工作 我們希望工作能夠順利 然後去實現某些 去實現某些理想 那這個事情我覺得那個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你要去做你自己喜歡的工作 好 那我 我 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 就是我在17年前 我就找到了我喜歡做的工作 那 我真的被這個工作所著迷 就是 被記得這個工作為他所著迷 然後真心喜歡 也全力的去投入 然後喜歡到就是 有一天公司叫我走路了 然後也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我還 我還覺得我想要做這個工作 就是 還是喜歡做這個工作 那 我真的是一個 我真的是一個很幸運的 我剛好遇到網路很發達的時刻 所以呢 現場有個朋友 他有一天就跟我說 那你要不要用個部落格 我說好 那他就用Word幫我做了一張影片 所以在網路時代 我用一張一個部落格 一個名片 然後我就變成了獨立記者 聽起來像美本的生意對不對 我覺得網路時代最可愛就是 他其實這種獨立記者 就是一種蘑菇的行李 然後投入很小 又可以以小佛大 這是我覺得網路最可愛的地方 那我記得 我離開報社的前一天 去跟我們社長倒臉 然後 我就把那張印的名片 寫獨立記者出附件的名片拿給他 然後他就看看我 然後 就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睛看我 就說 你都幾歲的人還想東想西 你應該去找一個正經的工作 應該不會很困難 他就有做那事不正經 就是做那正經的事情 那社長是誰 黃年先生 好 那總之離開之後呢 我就跟他撂話 現在想起來是撂話 就說報社保的台子拆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音架搭起來 其實我講那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講音架 所以我在剛才講那件事情 講那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可是七年過去了 我覺得我不只把音架搭起來 我要把房子蓋起來 而且讓獨立記者變成是一個正經的工作 那你要基本點高 好 就是要把自己的音架搭起來 那很多人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可以被報社之前之後 還可以沒有 還可以不失去自己的信念 然後度過剛開始的那個困難的階段 那我就想起那個五年前 已經過世的賈伯斯先生 蘋果公司執行長 他在史丹佛大學裡講過一段話 他說他那時候也被蘋果公司執檢 他說他有一段時間 他完全不知道 他的人生該怎麼辦 然後他說 他說的一段話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如果翻譯錯了可以指證我 他說 他說有時生活的打擊 就像被磚頭翹到頭 但是你不要失去對自己的信念 支持我走下去的原因 就是我熱愛我所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 當我沒有他那了不起 當蘋果自信才會去 不過我覺得那個心境是相同的 我也是因為我熱愛我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繼續覺得說 我可以這樣子繼續做下去 那前提就是你要熱愛你的工作 好 再這樣 謝謝 那其實每個人都說好像我很辛苦對不對 其實我不覺得我做獨立記者很辛苦 我反而在做獨立記者的過程當中 我重新去發現 我重新去發現原來記者可以怎樣做 不是像以前報社的框框價價 或是怎麼樣 那重新去實踐我對這個工作的想像 我覺得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子做 然後我也衷心的期盼 我寫的東西能夠發揮關鍵的影響力 什麼叫關鍵影響力呢 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 我寫的東西它能夠架起社會溝通的橋梁 改變不對的事情 然後它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對 那我真的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要講三遍了 就是因為太幸運的說要講三遍了 我也得到那個酒樓媒體對我的協助 比如說商業周刊的副總 劉沛修 他對我 他是我恩人 好 然後瘋傳媒 總酒筆 夏珍 還有張靜雯今天沒有來 還有公共電視的窮月 我覺得我們也共同建立了一種就是 獨立記者跟商業媒體良善的合作方式 那就是沛修說的就是互相支援 然後彼此加分 好 下一張 然後我也得到我那個 夢寐以求的卓越新聞獎 那我們也謝謝這個 卓行長的執行長佳怡 一直在帶動台灣媒體潛進的力量 就是 沒有 這不是我的功勞 就是因為你的表現很好 所以評審天地要還獎 我們這時候很多 卓越卓星獎的得主喔 對 夏珍阿 對阿 對 不過卓星獎就是某種程度 他會帶動 他的獎項的設計是重要的 他會帶動一些新的觀念 比如說我第一次得獎的時候 大概從來沒有獨立記者得過獎 就是第一個得獎 我們這本出書又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就是從來沒有獨立獎的作品 被收錄成書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媒體好像環境很不好 對不對 就是大家都做的 可是我看在場 在場大概有超過30個以上的記者 我覺得大家都跟我一樣 就是非常努力的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反而覺得舊的價值已經過去了 在網路時代 其實我覺得此時此刻 才是媒體最好的時代 好 那這本書的另外的兩個部分呢 一個是講到那個水資源 就是我們前年發生的十年大案 一個就是那個空氣污染 這個作者還在現場 好 我們的空氣污染 那我們會發現其實空氣跟水 是我們生活的命脈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越來越平凡的缺水 越來越平凡的空污 它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的永續的資源 已經找到一個瓶頸的地方 我們必須要去檢討它 好 那這本書另外我提到非常多的例子 比如像中科三期 中科三期 中科四期 對不起我講的卡卡的 對 中科三期 中科四期 還有後龍灣堡 還有捷運桃園的A7案 還有返台南東野 台南地鐵東移案 還有大林埔 還有林園 還有 那這些事件呢 我覺得都圍繞幾個主題 就是環境正義 土地正義跟程序正義 好 那其實我們常會聽到 人家講就是說 經濟跟環境有衝突 那我認為它其實 其實是用 當你用很短暫的定義 衝足去看這兩者的價值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衝突 比如說再生水 我們水利署去年12月 非常努力的通過了 再生水發展條例 這樣發展條例要幹嘛呢 它就是希望工業能夠 用一部分的再生水 然後取代我們的自來水 這樣以後大家水資源 就比較不會缺少 可是因為再生水比較貴 所以企業就不要用 它不要用 它就跑來告訴你說 經濟跟環境有衝突 那其實如果你用更大的方向去看 就是說 我們對那個發展的想像是什麼 難道是我們要無止境的 毀掉土地 榨乾河川 製造空污 我們要那樣的 我們要那樣的經濟發展嗎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只有個台灣 就是包括我們 我們的下一代 下一代的再下一代 都要繼續住在台灣 在這裡尋求幸福的時候 我覺得永續聽起來很遙遠 可是就是你的子孫 要繼續住在這邊的時候 你的想法跟做法就會不同 那很多人 其實寫環境新聞喔 我主要是寫環境新聞 就是寫環境新聞 比較容易碰出那種 就是社會的陰暗面 就是你會看到在私利下面 被犧牲的人 被犧牲的土地 甚至我們機體的未來 可是我們 我們一十三刻會看不出來 可是我另外一方面也看到 有一群人 就是在為我們台灣努力著 就是我覺得良善 才是我們台灣的普世這樣子 好 那誰在努力呢 你看我就 我覺得福利人非常多 在各自自己的崗位上努力 像我們的官員 還有我們的農民 還有這個海征 我們那個地方的人民 還有內力委 還有環保團體 都在努力著 那也有人就是無私無我 會爭議付出行動 像 廖本全老師 許世榮老師 陳佳華老師 他讓我們看到什麼 才是台灣 真正的良善的價值 那最後我要用那個夏珍的話 就是說 對不起 我們等一下重來 夏珍的話就是 我們不要因為走得太遠 忘了我們為什麼要出發 所以我們還要一起加油 為了我們更美好的未來 好 謝謝你們